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间如果你自己或身边的朋友遭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甚至乎一些灵异的经历 我也很欢迎你透过Facebook 又或者是email把你的故事投稿给我 多谢大家的支持 因为上一个礼拜有个观众的投稿 所以我就去找了冥婚的资料 网上关于冥婚的资料 其实真是多不声索 不吻有志可 一吻把几火 先讲正经的 冥婚我们又可以叫鬼婚 阴亲 或者阴婚 是一个很传统的习俗 在每个不同的地方 亦都有对于冥婚不同的规矩 但大多数都是因为 可能是一对男女年轻 即是拍拖的 突然间一起走 家人 双方家人 就会跟他们做一个冥婚的仪式 等他们在下面再续前缘 互相照应 或者是一对父母 可能失去了他们的儿子 或者失去了女儿 又怕他们在下面太孤单 所以就会安排一个人 去陪伴她有个盘 而再者呢 以前呢 那个年代呢 是很介意 很介意 这个坟头的风水 其实现在都介意 但是 以前就更加介意 就是说坟头的风水 会影响到后人的云数 所以当时的风水师呢 是很鼓吹这个冥婚 这件事 而当时做到这件事的人呢 大多数都是一些豪门 贵族 有钱的那些 总之就 而没有钱的那些 就是因为没有钱 贫富 我自己都未顾好 我还怎样搞那么多东西呢 所以呢 就有这些 很多的冥婚的个案出来 而不同的地方 对于不同的冥婚仪式 是真的可以有很大的出入 大家都知道 因为冥婚其实是 要不就是死人对死人 要不就是死人对生人 就好像上周 观众的案件那样 那现今社会 有没有一些 大家都知道的冥婚的实例呢 其实也有的 原来我找了我才知道 其实我本身真的不知道 原来韩国有个女星 叫郑多斌 她在2011年的时候 走了 她妈妈一直都很接受不了 那女儿离开 又怕她一个人 就是刚才那些原因 想那女儿得到一些位值 就安排她和一个 过了身的圈外人 进行一个冥婚的意识 而当时真的有一对 新人 他们有一些仪式做 真的去举行一个婚礼 而这个 为什么这个妈妈 会去选这个 已经过世的圈外人 去 娶自己的女儿呢 因为她说她认识这个 已故的圈外人 而觉得她的人品多好 相信她的女儿都会喜欢 所以就和她们搞了一个 冥婚的婚礼 而搞完之后呢 她就会和这个夫妻 即她的丈夫一起合葬 但是呢 香港其实都有的 我想最出名的就是 Beyond的世榮 女朋友走了 另一年的时候走了 而世榮对于她这个女朋友 走了她很伤心 希望名正言顺 去帮这个女朋友去治愤 所以呢 在所有人的父母 即她女朋友的家长 所有人的见证下 都进行了一个 冥婚的仪式 亦都是真的 在帮这个女朋友 戴上这个戒指 在龙凤竹之前 在治愤期间做的事情 而台湾都有 台湾有个男孩 就要去迎娶一个 已经走了的女朋友 就好像上个星期的案件 而这个男孩 为了实现这个生前 女友生前对她的承诺 搞了一场超盛大的冥婚典礼 同时也是对这个女孩的告别式 她是穿着西装 穿着礼服 然后骨灰银 都是披着白沙 去搞这一场分离 其实这些案件 听起来都很感动 但是呢 我又找到一个资料 令到我觉得真是 火都来 好了 话说2014年 山东的公安机关 蒸破了一宗案件 这个犯人 原来是 挖了一具 落了妆不够三个月的女尸 尸体 用18000元的价钱 就卖了给那些 配音分的 做免分的中介人 而如果中介人 再用三万多元的价钱 就将这条女尸 卖了给一个单身挂佬 而这个挖的那条尸 还在说 这条尸 有血有肉 越新鲜 就越值钱 听到这里 你是不是有点生气 更加过分的来 有一个网红 原来 我现在才知道 我不找这些资料 我是不知道这件事 原来有一个网红 在直播里面 喝农药自杀 因为他长期被抑鬱症困扰他 然后 火化了之后 他在殯儀馆做了所有事 火化之后 在火葬牆 被人把骨灰吊转 偷龙转蜂 吊转到另一个人 然后就拿这个网红骨灰 去卖给中介人 即是冥婚的中介人 而负责吊包骨灰的人 后来配冥婚是失败的 是因为男方听说 女孩生前是一个主播 所以不太同意 有得选 还可以选 好了 即是 原来 真是很可怕 即是 有个小朋友 有个小女孩 被她自己的亲生老爸 卖到一个有钱的人家 进入门口的时候 仍然掛灯 很正常 周围都很漂亮 那小女孩一进入门口 就喝了 被人灌了 灌了一杯 下了迷藥的酒 到她再醒醒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睡在棺材里面 隔壁是一个死了的男人 而那个女孩是中途有挣扎 要走 即是 走到的 即是已经爬了出来 在棺材里面 怎料 被参加这场冥婚婚礼上的嘉宾 硬捉了她回来 混入棺材 暗粗死了在棺材里面 而这个女孩死了之后 一连串很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村里面的人 是用 即是 都是可能突然间 用一个窄息 吐不了气的方式 有些是上吊 或者浸死 的方式走了 就好像这个女孩回来报仇 那 另外 就还有一个 叫做 这件事 我听完之后 即是 我不懂得给反应 在2019年 2019年的事 不是很久之前 是4年前发生的 这件事叫海上花童 大家可以上网找海上花童四个字 那你就知道了 这个女孩只有9岁 而有一天 她的家里 可能我猜 她的家里是 很多房子 租给其他人的房子 有一天 就住进了一对陌生的男女 而这一对男女 对这个9岁的小朋友 是非常之喜爱 非常之 喜欢她 常常会和她玩 觉得她很有趣 之类 之类 那 整天都会和这个小朋友一起玩 那 到他们 有一次 准备要出一个软行的时候 就和这个小朋友的阿爺 提出了一个要求 哎呀 我们要去上海 参加朋友的婚礼 我可不可以带你的孙女 一起去做花童 那样 最搞笑的 就是这个阿爺 竟然就OK了 9岁的孙女 跟了一个她自己的租客 就说去上海 参加一个婚礼 那 这一对 男女 参加婚礼 这对男女 最初还是保持着这个联系 但是呢 再多一排之后 再多一排之后 再问的时候 完全没有回覆 那之后呢 咦 家人就觉得不妥了 要报警了 但是 喂 大哥 已经太迟了 是吧 那报警之后呢 最先被发现的 就是这对男女的屍体 他们呢 这对男女的屍体 是将他们自己的衣服 是绑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跳海自杀 那他们如果跳下去之后呢 正常是会分开的嘛 他们就将对方的衣服绑在一起 所以他们呢 是完全是黏在一起的 然后 这个9岁的小朋友 这个9岁小朋友的家人呢 才发现了这个事件的真相 首先 他们这对男女 不是夫妻 亦都不是一些 什么叫做 有钱人 或者是 叫做 资金很充裕 或者是小康 都不是的了 其次 他们根本 就没有去上海 这个就是 他们用来 带走这个9岁小朋友的 一个大话 但是这个小朋友 跟他们无严无仇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无故要 带走那小朋友一起去死呢 那原来呢 这个男人呢 家里面呢 贴了密密麻麻的 潮汕的三山国王像 先说一说 三山国王呢 是一些类似的 风潮 风潮与顺的神来的 不是邪教来的 OK 但是呢 就不知为什么 他贴到一屋都是 而 而 这一对男女 搭的士去海边 自杀 车费是280元 就正正是 潮汕人去拜这个三山国王的时候 会添香油的一个数目 而 两个人选择跳海那一天 刚刚就是农历的6月6日 就是属于潮汕的鬼节 这种种的巧合 大家都会怀疑 这一对男女 其实是不是举办一个冥婚的仪式 而这个9岁的小朋友 就是被他们捉了 去做这一场冥婚的引路者 就是这个花童 就是我听完这个案子的时候 第一 这个阿爷 为什么会答应自己的孙子 去跟一个不算太熟的一对男女 去到那么远呢 这个也是奇怪的 第二 这一对男女究竟 是不是在做一个冥婚仪式 对现在都不知道 OK 而 除了这个案子之外 在中国的裁判文书网 2015年到现在 就已经审理了超过210宗 关于冥婚的案件 210宗 就是要找到一 因为男多女少 加上男性的寿命 普遍比女性短 所以呢 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女人 或者女尸 去进行冥婚是不容易的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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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的尸体 就变成了一个冥婚市场里面的 一个很抢手的商品 她们还会按这些年龄 学历 你的样子 美不美女 走了多久 所有东西 是有分的 明码实加 一个 还是处此之身的 走了的女子 甚至乎是可以卖到 尸体来的 卖到20万 所以呢 即近年来 有很多不法之徒 所谓的 就开始去挖人家的坟墓 就是 看一下 这个 你看到这个墓是女人 那你先挖一下 看看你何时走 计算年龄 年龄 年龄 不年龄 就去挖人家的墓 挖人家的丝 拿去卖 在2004年 一对农村的兄弟 偷走了一个女子的尸体 就是帮他们自己 走了很久的大哥 去配冥婚 但是呢 就是这些 去偷 去盗墓 这些东西 已经是 满足不了 不够 因为 始终 你适合用的 真的不多 你又要计算年纪 又要计算成 所以呢 是开始 遥传 是有人 会杀人去 卖的尸体 可能是一些 例如本身 他也有残疾 或者是弱智 精神有疾病 或者是 最初就是 瞄准这些 因为容易搞 跟手呢 就开始 都不够照了 可能 因为 可能本身 他先天性有缺陷 他是弱智的 或者是 他有些问题 精神有问题 人家不可以 不要 好了 他们就瞄准了 一些正常的女人 在2005年 一个 女人 为了 和隔壁村的 人 去配冥婚 拐卖了 一个13岁的女孩 杀了她 就是为了 要赚配冥婚的钱 而在2007年 一个农村的男人 先后 拈死 六个女人 然后 转卖给周边 那些村的村民 去做冥婚 而重终去牟利 即是 我找到这些资料的时候 我是打了个凸 我不 哇 你什么年代啊 为什么还会有这些事情 发生的 没有可能的 但是偏偏 在现金社会 就是有这些事情发生 甚至乎 在台湾 台湾 是会有一些 叫做 主动与被迫的 叫做冥婚 因为在台湾 他们叫做 取神主 取神主牌 就是 用意 就是帮未婚的女子 尋找富家 就可以 受到 供奉 因为 如果没有嫁到人 你没有富家 你就不能够 入到祖先牌围 从他们的习族来说 OK 好了 他们的习族 就是什么呢 就是将 这个 可能是 走了的女子 那个 灵魏 就用一个 小小的 红布袋 写着名字 就可能放在 一些位置 但是 原来台湾 娶这些 鬼妻的 风俗 是非常普遍的 那 如果自愿的人 是怎样的呢 是可能 听一些风水 術士 上士说 你一定会重婚 或者立妾 怎样的 那男人 可能就会 娶鬼妻来充数 就希望可以 化解 这些家庭破裂的宿命 或者令到 老婆安心点 諸如此类 又有些 是会因为 可能我事业不信 混义 諸如此类 的因素 是 走去 娶鬼妻来充气 或者想鬼妻来 避任她 就是反正 你又不用吃饭 又不用钱 又可以保佑我全家 那何来而不为呢 亦都有一些 是贪徒的 嫁妆 而去娶了一堆 鬼妻 纯是为赚钱 那当然 也有些 情況就是 可能美婚妻 或者女朋友 走了 基于道而 娶她的灵位 这些属于主动式 被动式是什么呢 最常见的就是 不觉意执倒 按这个民间习俗 如果有些未婚 而又走了的女孩 到了识婚年龄 家人会将她的神主牌 放在一个红色袋里面 里面放了一些 可能的纸钱 或者一些礼士 把袋子放在路边 然后呢 家人会在附近埋伏 如果见到有缘男士 来收拾了 咦 看看是什么来的 先那些 好奇那些 收拾了 整班附近埋伏的亲人 一涌而上 不知为什么 就无故 娶了老婆 而她们的习惯 雖然无辜 吃草菇 好奇 收拾了一件事 那些男士 通常都会愿意 承担起这个责任 因为 她们相传 如果我收拾到 我不答应 那我就大件事了 我就会被这个 女鬼前身 我一世就无运行 这样 所以她们都会 通常 都会 算了 即是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而有趣的地方 娶鬼妻的男士 大部分都已经结婚了 如果她未结婚 然后先娶鬼妻 她也可以再婚 去迎娶一个 在世的女生 就好像上个星期 但是 必须要专业 先锁 娶鬼妻 做大婆 而 如果是已婚的男孩 娶鬼妻 就要跟现在的妻子 跟鬼妻 都要姊妹相亲 还声称 有些 过房书 诸如此类 要写给鬼妻 而因为各地 对于冥婚的仪式 是有非常多不同的说法 所以我就不在这里一一世说 因为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宗 而且究竟现在有多少个师傅 是真是认真认识 这个正统的冥婚的意识 也不知道 所以冥婚这件事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上网看看 真的很夸张 我看完之后 其实都是因为上周 驱使我去找这些资料 我看完之后 我都觉得有点不舒服 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些事发生 还会为了要卖一条尸体 去杀人 或者是怎么样 中落的业障怎么计算 是不是 赚了这个钱 但是 得出来的东西 究竟是值不值得呢 你以后还不还得起呢 这个真是很值得商榷 怎么看都是不值得 也都希望大家真的 不要太过迷信 有很多东西 不可以乱做 也都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啦 最重要的一件事 别不相信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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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